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今集的節目主持人Carmen 當然不少得的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Hi,Carmen你好 大家好 是,袁醫生 最近收到一封很特別的email 內容大約就是問 聽眾說 他發現自己有一個Wu-Max的 創造型的創造型 但是他想向醫生請教 應該怎樣醫治 其實很簡單 他說 Rumax的創造型 如何醫治 很明顯 我們這位聽眾 應該聽過我們的節目 提及 有一種創造型的創造型 其中一種創造型 是Rumax的療劑 就是那種創造型的創造型 我們過去一直下 也有五、六集 都是說如何用療劑 來處理不同的創造型 都聚術了幾十種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聽到我們講解 某個療劑的創造型 而你感覺自己是符合這種型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吃這個療劑 就會幫助你的創造型 好了 這位聽眾的來信 其實答案很簡單 你就買一個療劑 你可以來我們的健康診所 大康自然健康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在銅鑼灣那裡 不要去中環 因為我們的療劑 主要都是放在診所裡 你來到 你就跟我們公司的同事說 你要買Rumax的療劑 全名是Rumax Rumax Crispus 一般來說 你會買用30C 一種分能 30C意思是 它製造療劑的過程 是經過一百分之一的稀釋和充能 連續做它一百分之一的一百分之一的一百分之一 做了30次 是 一百分之一的充能 就叫做一C 一百分之一的一百分之一 再來到充能 即是撞擊它 通常用一個機械式的機器來撞擊 拋擊那個瓶藥水 那拋擊它幾十次 如果是做了第二次的稀釋 一百分之一的一百分之一 叫做2C 如果再計算一百分之一 就變成3C 如是者去到30C 即是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是用那個 我們所謂叫做 Gran Avogadro's Number Gran Molecular Weight 在這個分量開始做這個療劑的時候 稀釋到大概12次 就應該所剩的物質 是只有一個分子 一個Molecular 那你很明顯 如果我們繼續稀釋到30次 或者12次以後 基本上我們在說的 就不是在說什麼 我們不是在說那個物質 而是在說那個能量 信息 Rumax 其實是一種植物 叫做Yellow Dot 我們中文翻譯 叫做羊體 或者叫做土大王 Yellow Dot 土大王 或者叫做羊體 那是一種植物 通常我們就用這個植物 先浸了它 或者磨碎它 用酒精水浸了它之後 將液體抽水之後 就將它開始做藥 例如Rumax 簡單來說 就將它濃縮的土大王 Rumax 草本的執液 用一滴 接著九十九滴水 或者酒精 接著就將它衝擊它 衝擊它 撞擊它 即是在一個瓶裡 是將它拍打的 撞 撞擊它 古時就是這樣 用玻璃瓶裝了之後 將它拍到鞋底 即是有足夠的東西 為何要拍到鞋底呢 因為有一點硬度 硬度 硬度不是鐵硬 不是石頭硬度 有一點彈性 或者有一本書 拿一本很厚的書 有些人說拿一本聖經 很厚的書 你將瓶這樣 然後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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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次 然後再九十九滴水倒出來 只剩下一滴 其實瓶剩下的那裡 就是一滴 你不需要再數 然後裝滿水 加酒精 然後這樣 氣息 就再氣息 如果這樣做 到十二次 基本上就是 任何全世界最精細的化驗儀器 都發現不到任何東西 其實這樣做 幾次都已經發現不到 我們說的是三十絲 三十絲 就是這樣 稀釋了三十的分能 就是一百分之一的稀釋 是稀釋三十次 這個屬於中量 就是我們一般的 有功能性的病 或者急性的病 一般情況之下 我們都盡量用三十絲 當然你可以用得低一點 也可以用得高一點 三十絲是比較普遍的 普遍性的採用 我們銅鑼灣 炸電街庫城 雙宇大廈二樓 就是我們的診所 因為這些藥是很多的 我們有一成數幾千種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主要都是我們病人自己用的 但是我們現在都公開 如果病人 就是我們聽眾 有機會聽到 知道這個療質是對我的 那我就可以 我們開門的 就是歡迎你們 上來自己買一個療劑 通常我用一個水劑 那你吃法 就有一個膠羹給你的 那你吃的 就只吃一羹一茶匙 那你口陷入一會兒 那你口陷入一會兒 就叫一劑 在急症的時候 我通常就說 你試一下一個小時 吃一次一個小時 吃一次 連續吃三次 如果療劑是對的 即是你咀得很厲害之下 如果療劑是對的 你吃到三劑之下 你應該看到 行不行 那我最近呢 就有一個個案 是ルーマック的個案 那這個人呢 其實不是我的病人 來的 只不過我去打球 我去三思打 打羽毛靠 那其中一個管理員 就一個女性 阿沈 她說我常常咀 每年就咀 咀咀 咀幾個月 那我聽一下到底是怎樣咀 那咀就是這樣 一遇到凍空氣 或者由暖房間走下去 去凍的房間 遇到一些凍的氣流 或者變動 空氣變動 那她的喉嚨就很癢很癢 那咀著咀著咀著 那她就會咀咀咀很久 那這種情況呢 她有時候呢 就要掩住口 即是這種型的咀 她對空氣很敏感 即是很怕吸到那些凍空氣進去 那所以呢 她就會掩著 或者一陣子跟你聊聊天 你知道到聊天的空氣 出出入入的 是吧 突然間很癢 她就覺得很癢 那她就在聊天的時候 你也看到 講到沒有多久 她就咀咀咀一輪 那樣 接著她就掩著口 跟你聊天 你看到這種動作 那你基本上 你知道這種型的咀 都是叫做Rumax 土大鑊 或者陽體的咀 那她的主要正形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那結果呢 我記得很多個月之前 我去打球 那我就帶了一個療劑 交給她們的同事 那我最近兩天之前 我又去打球 很久沒有去的 那她就來感謝我 哎呀 你那些東西真是很厲害 那我吃多久就搞定了 大概兩三天 我還有一些未吃完 那很好啊 我給她一些糖粒 方便一些攜帶 小小瓶而已 那些糖粒 大概是吃到十粒 那些糖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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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就吃幾粒 那她就立刻找到桂桶 找回給我看 那我還有一半剩 那她說不要緊 下次你真的又遇到這種情況 你就可以再試一下 那有機會在這種的 正形 如果你用這個療劑 治好之後 你慢慢地 你再切 這類型的切 的機會就慢慢越來越少 那才叫做醫療 是不是 不是說你那個頭 按了它 沒有多久 又照照本主 一樣 像以前那樣 切到大律 那這個療劑的作用 是令到你 是慢慢地 就咳得越來越少 就沒有那麼容易 復發 那她就拿了一瓶 給我看看 我還有很多 還有一半 那她吃了很少 小小的 我們手指 手指這麼大的 那些糖粒 小小小小 那她就吃了一半 那她就吃了一半 你手心進行 拍打這個動作 有些情況 就會教你拍兩下 那其實那個原因 就是說 我們的療劑是一種 信息的 那她每一個療劑 就有一個 有一個信息的 能量的層面 那我們每次吃一次 你的身體就已經改了 因為你吃了藥 對吧 那變成你下一劑 如果你是用完全同樣的療劑 那變成就沒有那麼好 那就是很簡單 譬如這樣 你的車子死了火 他不著 那你找人幫你推 就是推著它 那推著之後 你的車子就走了 走了一段一段路程 那你再推的時候 你不可以原諱再推它 是不是 就是你那個推的人 都要變的 那這個療劑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每次用一次 改變了那個人 下一次用的時候 你的療劑的分能 都應該加強它的 那你每次加強 就是衝擊它 拍它 其實將一個能量 加到療劑那裡 那變成療劑又強一點點了 那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 意思就是這樣 很神奇 那所以有時候 你見到一些人要拍兩下 才吃 就是這個意思 那當然了 你不記得拍到一樣有效 好多謝袁醫生 這麼詳盡的解答 原來療劑也有這樣的效用 就是這個意思 多謝袁醫生 那Lumax Lumax 的咳 差不多是比較常用的 就是這麼多種療劑 咳的療劑 我第一 早期就已經解釋了幾種常用 Lumax 是其中一個常用 記住 那些人很怕凍風 不可以透大氣 即是透入的凍風 一透進去之後 就咳咳咳咳一輪 有時候 你會看到它 它的頸部包得很緊 起碼不要吹傷 所以它通常會 要是圍著頸巾 要是頸巾 要是頸巾 就扣在 通常應該是這一類的 如果它經常打開 那些 通常都未必是Lumax 那些人會刺激 而且它還有一件事 它要包住 就是它不需要人觸碰到 喉嚨釘 即是你不小心 插傷它 它也會令它癢起來 咳起來 有時候睡著也會差一點 那條頸部向後咬 也會癢起來 所以 通常你看到它 如果它經常 手拿著那個衣服 這樣保持緊 你都可以想到 這個可能是Lumax 如果你問它的時候 它說是很怕凍風 這個就是Lumax 很快 兩三天 你就差不多好到八百九九 那很快便會見 西人有時候 腹疹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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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未好 我們說的全部都是其他方法 醫不可以的那種的咳 用同類療法 所以我們是很特別的 我們分了很多集 很詳細 我相信史無前例地 我們在一個網台的空間 來把這類的資料 這麼詳盡 來告訴你 如果大家是真的留心聽 寫一些筆記 將來我相信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咳 都是cover了 那麼好 五十幾下 你成為一個咳於咳的名譽 如果你真的用心去看 好了 上一次我們都介紹了差不多五十隻 還有幾隻 上用點的療劑 是關於咳的 我再跟大家繼續分享 好 下一隻我們講的叫Stanum S-T-A-N-N-U-M Sta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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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天 Stanum 是一種金属 是天 天 好像是石 天 Stanum 是一種石 石 一種金字邊 一種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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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 好 那這種咳是怎樣的呢 通常咳是咳得很深的 而且咳得很多痰 咳到後來就全部崩潰了 沒有氣 沒有力 所以咳得很激烈 那這種咳得很激烈 這種咳得很激烈 咳得很激烈 咳得很激烈 很激烈 非常激烈 很激烈 不要激烈 不要咳得很激烈 即是聽不到 你差不多掙扎了 那這種咳得很激烈 那這種咳得很激烈 就是這種咳得很激烈 沒有氣 說不了話 通常什麼情況令他差呢 喝溫水會令他差 動動會令他差 说话会令他差,大笑会令他差,或者唱歌会令他差, 喝酒也会令他差,睡在右边会令他差一点 这种咳也挺特别的,通常咳喝暖水会舒缓 对,所以你看同样的疗法是很独特的 不是说每种咳都喝淡热水就可以 有些咳反而喝凉水就可以 所以要很仔细 但是Standham的重心是他咳得累得气都没力了 如果问他哪里不舒服,有什么感觉 他会告诉你,他的胸肺好像是空了 空了那种感觉 通常是累得,躺在这里,走都走不到 你叫他走过来,他无力走过去 在房间里,躺在床上就躺下了 有时候,他会有一些痰,喉咙冰痰,烟喉,或者口腔的痰 是引发他咳咳的 他的感觉就是,哇,我整个肺好像是空了 好像一个空洞那种感觉 他套出来的痰会有点咸 有点甜甜的味道 有时候是很大量的,而且是很大绿色的 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会遇到这种咳咳 就是肺炎,对不对 最近大家都看到,香港立法会里面的大楼 那些水渠,有退院军人的菌 其实退院军人症在同学疗法 其实他表达出来的症状,虽然有一种退院军人的所谓菌 其实他表达出来的症状就是肺炎的症状 如果你慢一下,你遇到一个退院军人症 那个人的肺炎,他表现出的症状就是 我刚才所熟熟,没有了气说话 就躺在这里,就觉得痰有很多 这种肺炎的症状,甜甜,咸咸的症状 而且胸厚就觉得很空虚 其实这种就是,Stanum就可医这种所谓的退院军人症 退院军人症,其实只是医肺炎而已 肺炎有很多阶段,可以有不同的疗剂 将来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再分享这方面 好了,下一个疗剂,我们叫做Saphisagria Saphisagria,中文叫做飞燕草 Saphisagria,就是 刚才忘记了Stanum串 我通常习惯串给大家听 Stanum的串法就是 S-T-A-N-N-U-M Stanum S-T-A-N-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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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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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很少,很mild,很轻微那种咳嗽 但是因为紧张的情绪,或者精神紧张 导致这样闪闪声,但不停地咳嗽 这种咳嗽通常是日间的 或是常常咳嗽,或者是日后咳嗽 晚上就不咳嗽了 中午饭后,吃了些肉类,或者咳嗽牙 有些人都会咳嗽,就是会咳嗽,这些是很普通的 但它还有一种Selfis Agra,飞燕草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证言 咳嗽,就会跟坐骨神经痛交替 但这种资料不太容易遇到 你遇到,就更加非常有用 哦,但不是一定会同时出现的 伴症,我们叫伴症 咳嗽,不咳嗽,就会坐骨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了,就不咳嗽 坐骨神经不痛,就会咳嗽 坐骨神经痛,就会咳嗽 不断咳嗽声,咳嗽声 当然,飞燕草Selfis Agra有一个特别的性格 通常就是,怎样说呢 性格比较容易紧张,容易咒人,被人欺负 好像被人叫做Doormat 那些人欺负他,但他人很nice 很容易吸引欺负他的人 他就很愤怒,很生气 就出现这种情绪 这种可能在愤怒的情绪之下 就不断咳嗽咳嗽咳嗽 但应该很常见,是吧 这个 Selfis Agra的咳嗽,就不是那么常见 但这种人,在女性来说 挺容易见到的 被人欺负,然后又被人欺负 是的,被人欺负,吸引人 每个人都欺负他,不知道为什么 选择来选择去选择那些坏人 哈哈哈哈 这种飞燕草型的人 我们未有机会过,将来详细一点 就跟大家分享 好了,接着的疗剂是Sulfa硫黄 Sulfa硫黄是一个很大的疗剂 在我们的本草纲目介绍 硫黄有二千多种症状 所以硫黄是很容易的症状 之前也介绍过硫黄型的人 等一下交易,好像还没说过硫黄型 我都说过一下,是吧? 说过一点 好了,这种咳嗽通常处理都不好 以前的咳嗽,所以手尾长 拖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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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宾仔的咳嗽 或者因为智气管炎的咳嗽 很多时候,如果你发现那个人咳嗽很久 用了很多种古念珍怪的药、西药 这样搞到手尾都不是很成 associate 那么的人呢 就是晚起来比较差 还是早上一点 或者遥 Families 即使得rict require 或者缩氓一个中份不方式 可以是或睡在屋先上 的时间得睡时是屈我背部 又或者可在座面 又是珍珠象的原因 或者可能就是arti 对与患 flower 患的时候有些腹下 thing 这种症状可能出了麻症之后,咳一咳很久,弄了很久都不止 还有皮肤,出麻症的流氓是皮肤,爆出很多皮肤的症状,很痕 这种是硫磺型的症状,这种咳是干咳,夜晚咳是干咳,日头有痰咳 这种夜晚干咳就咳得睡得不好 好了,局部的症状,咳咳的时候,觉得头很生气 或者咳得很大声,咳得很厉害,咳得头也会痛 或者咳的时候咳得胸口也会生气 或者咳的时候咳得脖子也痛,或者咳得痛 还有一种症状,因为硫磺跟皮肤的症状 这种咳感觉好像比较热感 比较热感,火山硫磺就热了,是不是? 烧出来,爆出来,所以有很多皮肤的 硫磺型的咳有时候,会跟皮肤爆发有交替的 我刚才所说,飞燕草就跟坐骨神经痛会交替 但硫磺型的,就是过去很多时候皮肤病 很痕的皮肤病,会交替的 跟皮肤炒出来的痰会黏黏黏黏黏的 有点甜甜的味道 好,多谢袁医生为我们作出这么详细的解答 相信听中听完之后,就可以更加了解 如何使用自然疗法的疗剂 我们是时候休息一下,下一节再见 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袁医生,刚才飞燕草的资料,其实我们都说完了吗? 其实飞燕草,大家串了给大家 还有几个经常用的那些 第一个叫Firidium Firidium是一种蜘蛛,一种橙色的蜘蛛仔 蜘蛛? 对,Firidium 和我们的疗法很有趣 我们用的疗剂的来源是自然间所有的物质 包括刚才我所说的Stanum,即是石,草款方面 就是飞燕草,硫黄,是一种矿物 还有就是蜘蛛,一种蜘蛛 Firidium 有一种很多种蜘蛛 有种长毛蜘蛛 那个串法是怎样的? Firidium串法 T-H-E-R-I-D-I-O-N T-H-E-R-I-D-I-O-N Firidium 总之,一种蜘蛛 即是蜘蛛 一个女字边,一个蜘蛛 一个巨字 蜘蛛 蜘蛛 orange spider 或者一种 其实最重要是记得一个Lighting Man 其他的,你买药 不然你用中文,没人懂得是什么 好了 这种疗剂的削 削到很继续剧烈的削 削到整个人 削到整个人 整个人会彈起 Literally彈起 即是说,头就向前彈 他的脚就向后彈 这么特别? 你想象中削那种情况 好像一把刀 坐在那里削 整个人都彈起 向前,向前扑 脚向后咬 好像一个jack knife 应该不是很常见的 应该不是很常见的 要坐在那里才能够 我未有机会见过 我这二十多年都未有机会 用了这个疗剂 但如果你见到 基本上你都很难会 忘记这疗剂 总之是整个弹起 整个头向前扑 即是腿向后咬 那种弹法 当然了 会很痛 尤其是在胸肺 左边 很痛 好像针刺 刮刀 那种疼 那种疼 就直穿透 在背部 哇!被刀够了 大家认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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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到背部 在左边 左上空 那个肺的上空 这种疼 这种疼 这种疼是什么情况之下 有时候可能是肺炉 如果是肺炉的病人 可能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咳 如果是有肺炉的病人 有肺炉的病人 有这种这样的咳 你可以考虑 但也不用一定肺炉 记住 如果你的证验配合就可以了 明白 接着就是肺炉 那个肺结合素 我们就叫做结合素 就叫Tuberculinum Tuberculi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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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转一次 Tuberculi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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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由肺结合里面的组织 就是肺炉的肺炉 就是同类相似 以毒公毒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是 好了 那这种Tuberculinum 的咳 是如何咳 是肝 小声 慢慢的 咳咳咳咳咳咳 总之不是很大声 好像咳不完 不成了那样 对 一半章 冬空气或冬饮会变差 潮湿或落雨的天气会变差 或是天气改变 或是在巨风来临之前 除此之外,就是说话 说话多,咳嗽,可能是小女孩初经 开始第一次经期,遇到这个症状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如果人手向胸举起来,便会咳得更加厉害 这个动作很难遇到 一般人不会突然把手举起 或是他一会去健身或做这些动作 发现一会举起,咳嗽就很厉害 我刚刚才想说,早前咳嗽就是这样 是否应该很普及呢? 这个疗症 那你把手举起来 我早上做瑜伽 我做瑜伽? 对,对,对 是否很普及呢? 这个不是很普及 但这个人形,你也知道 肺炉型的人是瘦瘦瘦 像你所说,瘦瘦瘦 不会肥肥大大的,瘦瘦瘦瘦 是 是 所以,如果当时你做瑜伽 是 如果你说你做瑜伽 你遇到这个情况,可以理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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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不是哄哄声的 没错就是这样 哄哄哄声的 又没什么咸 未必是干的 一半桶水的干咳 没什么咳 这种人很容易双风起来 惹到双风 而且双风就双风 双风就进入肺胸口 哎呀 早知买疗剂 下次不要紧 你先测试 下次遇到这种咳 就可以考虑用一下 好 Tobaculinum Tobaculinum 早期是很流行的 现在也开始多一点 我们叫做很多以前的 romantic poet 那些作家很多是死在 所以TV型 Tobaculinum的人 通常是很罗曼泰克 也是啊 很罗曼泰克的人 喜欢旅行 周游 当然 TV的人 喜欢去高山 空气 在山上 所以以前那些 快乐结合的疗养院 通常是高山的地方 不是近海的 好了 继续下来 另外一种叫做Virbascum 无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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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Virbascum 那怎么算呢 或者V-E-R-B-A-S-C-U-M Virbascum V-E-R-B-A-S-C-U-M 英文是Mullin Mullin M-U-L-L-E-R-N 但你不要用Mullin 这个字 你用Virbascum Mu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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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bascum 这种型的口音 通常是很深 很空 很空洞 很空洞 也像人家的吹声 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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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Trumpe 吹喇叭 这种很深的咳嗽 也就是什么情况令它差呢? 干个空气或者暖的房间 或者躺下、躺平 便会咳嗽起 什么情况使得好些呢? 深呼吸 咳得深呼吸时,一旦深呼吸之后 就似乎会舒服一点 那么做什么叛征呢? 有点特别的 通常如果那个人是有那个面部神经痛 比如三三神经痛 面部神经痛 这种这样的症状 又加上这种这样的咳咳 咳得辛苦的时候 要谈谈的深呼吸就会舒服些 咳咳的声音就由心又空动 好像人吹喇叭那种咳咳 这样就可以考虑We're best come 好了 最后我就再介绍最多的就是星琴 星你知道了是伸铁 星琴就是一个伸铁 就是metall 串法就是Z-I-N-C-U-M Zincum是拉丁文的 英文就叫做Sing Z-I-N-C-U-M 这种型的咳咳 就是爆炸spasmodic 不断地震震震,很辛苦,很困扰 当然,柏金顺症也可能会出现这种症状 这种人,吃新甜食和喝酒,什么病也好 总之他能够告诉你,我吃新甜食就差,喝新酒就差 就是这个,这是声琴的症状 或者紧张,兴奋,会令他差 或者经期来之前会令他差 或者早上的症状,会比较差 什么令他好,套了痰之后会比较舒服 套了痰之后就会比较舒服 还有什么伴症呢? 就是很多静脈肿胀的问题,声琴 可能会严重一点,吃到静脈肿胀 或者脚部比较容易 通常长得很有趣,很不定 十分仔细喜欢玩着性器官 一边咳,一边握着性器官 握着,握着,握着,握着 这是很估计的 如果你看到一个小朋友这种动作 总之手脚都是很不定的 他可能当时咳,可以考虑用 但最主要是这样 如果他有没有吃甜食 我吃了甜食,咳得很厉害 不是小小咳,是一种抽搐性的咳 他说我吃新甜食,咳得很辛苦 或者喝了酒,咳得很辛苦 好了,过去六集左右 都是介绍咳嗽 都抽了相当多的时间 就跟大家分享了 同类疗法医咳或者处理咳 起码有50 至少我跟大家分享了 大概58种重要的疗剂 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这么常用的 比较常用的,我们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再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例如痛得很厉害的咳 痛得很厉害的咳 痛得有头痛 或者是头痛 或者是胸口痛 或者是肺痛得很厉害 很肝,很口渴 喝大量的水 就是那种Brionia Brionia的咳 第二种咳是常用的 就是Causticum Causticum的重心 就是有些痰 眼睛会不会痛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只会留在喉咙顶顶 这就是Causticum的咳 第三个咳 这个是我第一次讲的 但大家简单说一说 第三个是常见的 Caust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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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胭脂虫 在先人掌里面常见的 这种咳也是咳得很厉害的 只会坐下 intent 你坐下 karate 冷空气又不行 飲动东西又不行 总之他很短 但是很大力 当 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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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へんと是咳 一声是短 但是 Irak 老人家很常见到这个 一声一声 老人家未必有那么大力 但是不是很老 应该不会太老 这种Coccus cacti 都可以说是非常常用 还有Rumax Rumax和Coccus cacti 是我经验中是经常用得到的 它没有什么其他症状 只知道很多疗疗有其他的伴症 或者人物的性格 其实这两种是没有什么 这种性格不明显 没有什么明显的资料 那你就考虑用Rumax和Coccus cacti 还有一个是Spongea Spongea是一种海绵 那种Cut就像肺炎 好像是抢肺炎 你可以考虑用Spongea 对不对 Cut的大家温度一下 那么多集里面 自己可以重复 下载之后 大家不断地写下 或者如果大家 我想大概 加上三个小时 自己可以拿筆记 自己去不断地研讨一下 Cut的之路 暂时就完美结束 暂时 其实当然 我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拜日咳 其实拜日咳的咳 跟我以前说的 其实在里面都有的 有疫苗 都差不多 今天这种拜日咳的症状 比较少 还有一种叫烤犬 那些叫Ku Ku 比较大声很多 其实我以前说的 那些症状 其实都有的 在里面应该都有的 所以大家可以 所以那时候 重复去温一温它 听完了 袁医生介绍了六集的 关于咳嗽的资料 相信大家对咳嗽的了解 更加深了 那以后 除了看西医之外 我们有多个选择 可以自己试下 找不找到 适合自己的了解 袁医生 咳嗽说完了 不如我们接着 来介绍一下 洗肠好吗 洗肠 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課题 其实我们以前 都有提及的 但我们不是很详俊 和大家 深入探讨一下 满腸水疗 在香港来说 我们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可以说是第一间诊所 引进行厂 对 将满腸引进进来香港 当时我们早年 我们有很多传门访问 包括日本 起码有10间电视台 都来访问过我们 也在我们的旅游店 也有郑重介绍 所以很多日本人来香港 又来吃一餐 买东西 日本很多 通常来吃糖餐 中国东西 然后还来洗肠 我真的不知道 对 对 有10间电视台 从日本来做过我们的访问 对 大概19… 我想好像1992、1993年 也很早期 很早很早 所以我们将满腸引进去 从这里到很多东南亚邻近的国家 香港都已经可以说 一段长时间 都成为成终年满的话题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很多呼呼 被访问 都提及了 原来他们都有做满腸这方面 是 袁医生 请问你 可不可以为各位听众 详细地解释一下 什么是满腸水疗 对 其实一般人 如果还未曾听过满腸 通常第一个反应 就是很害怕 很抗拒 又觉得很噁心 可能即时就联想得到 用水由肝门那里塞进去 帮你清洗 然后将那些腸的分辨 就冲出来 对不对 这样才是想一下都会害怕 对不对 会痛的感觉 其实满腸水疗 不是直接用水 高压地 是将那些肝门里面 击击在那些糞便 用大力冲走 这个简直是痛到 不可行 差不多是酷刑 好像痕刑 其实满腸水疗用的水疗 是很厉害的 大概是每平方寸 一磅左右 比你自己平时大便用的 谷是比较低很多 我知道一般成人的肝门 大概是五六尺长左右 直径都是两三寸 大家有机会吃过 吃过外面的动物 那些肝门 这些肝门很厚 是 所以在这样的结构 的大肠里面 结肠里面 用这些这么低的水压 是不能够将里面的污漆 冲得走的 只不过水 都是慢慢地 在半个小时 40分钟的过程里面 就会大概两公升到八公升的水 就流得很深的 就将那些脏的废物 就开始软化它 稀释它 对不对 但其实大部分的水 其实就不是窄得那么深的 只不过是来推动肝门附近的 结肠的肌肉 来刺激肌肉 是本身来收缩 你知道我们 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纤维 会帮助大便呢 因为纤维就会有体积 障于 如果纤维在肛门下面膨胀 那你的身体的自然反射 就会肌肉收缩 会将那些分辨排出来 所以高纤维成为帮助大便 就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今次不是用高纤维 而是用水 对不对 水本身有重量 有体积 有它的重力 有重量 它就会刺激 在结肠下面的肌肉 令它自动收缩 那就是在这个收缩里面 自己肠的收缩 是将那些稀释了的 水已经稀释了的 那些分辨 就将它推出来 推出来 其实这个过程 就和一般人大便是没有什么分别 只不过大便就要完全要靠自己的结肠 愚动收缩 将肺绵排出来 那用碗腸就说 我们加点水 就是帮你一把力 那水已经将那些骚髒的东西 稀释了它 对不对 那其实可以说 碗腸水疗 其实是一种叫做结肠的水力运动 帮助你的结肠 回复正常的收缩的活动和能力 就不是一般人以为 用水直接谷出来 其实是你自己拔出来的 可以说是水力运动 所以有些人说 哎呀洗箱洗得多 会不会弄到自己不懂得拔大便 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 他之所以这么说 他很明显 他根本都不知道 不了解 不了解碗腸水疗是一回什么的事 嗯 那其实什么是结肠呢 是的 大家知道 那碗腸主要是清的结肠 是 结肠也叫做大肠 俗称叫大肠 其实是人类的消化 那个最后的部分 其实整个消化的食度是很长的 差不多是人类的 身体的长度的六倍 是 而结肠呢 就是后边那一部分 嗯 就像你所说 五六尺长度 直径都是两三寸的 那就是由我们整个食度里面 由我们的口腔 消化度开始 走入我们的口腔 通过我们的食度 入我们的胃 那胃就进入十二指肠 跟着成一条长的 二十多尺的小肠 那最后才去到那个大肠 再由肛门排出 一个差不多成二十八尺长的一个食度 嗯 好了 那结肠的功用呢 主要是将那些废物排出来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 就要将废物里面的食物里面的那些 经过小肠进入到大肠 很多水分的 很多虎状 其实是一种虎来的 由我们的小肠呢 进入大肠呢 其实是濕濕的虎来的 好像捉水那些 活性的细菌呢 会再继续呢 是将那个食物价再处理 将它或者 将它就吸收 那很多维他命K啊 和一部分的维他命B杂呢 其实都是细菌呢 就是在帮助之下呢 由我们那个结肠里面 大肠里面呢 是吸回我们身体的 那就是呢 令到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东西呢 就不会浪费 嗯 就是很完整它善用它 和那些水分呢 也都不会浪费了 当然在我们那个小肠里面呢 我们需要一个 好像粥糊那样的食物 那些我们叫做Sci-Kai 那就流下去了 那但是到了我们那个 食大肠的时候呢 我们将它推出去的时候呢 就有自己的肌肉的收缩的能力了 嗯 明白了 好了 今集很多谢袁医生呢 为各位听众 作出这么详尽的医疗介绍了 各位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呀 或者疑难杂症想 请教员医生呢 可以去我们的讨论区留言 好了 好多谢各位的收听 下一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H-E-A-L-I-N-G.com.h-k